大家好,本次课程的内容是射频识别技术的分类 目前,射频识别技术已应用于物流、零售、交通和图书管理等领域 射频识别的产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但是,这些领域中所用到的电子标签完全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它们又有哪些区别呢? 到目前为止,射频识别技术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方式 较常见的分类方式有按电子标签的供电方式分类 和按电子标签的工作频率分类等 我们将从以上几个角度来介绍电子标签的特点和应用 首先,我们从电子标签的供电方式来认识电子标签的分类 如果按照电子标签供电方式的不同 可以把电子标签分为无源标签、有源标签和半有源标签 实际应用时,电子标签的功耗是非常低的 但尽管如此,必须给电子标签供电,它才能工作 无源标签内部不带电池 工作时的电能由天线接收到阅读器的信号的能量 转换为直流电源提供 这种电子标签具有永久的使用期 但是传输距离较近 因此,无源标签适用于读写次数多 对信号传输距离要求不高的场合 有源标签的电能由它内部自带的电池提供 电量充足时,信号的传输距离远 但随着电量的消耗,传输距离会受到严重影响 有源标签可应用于对传输距离要求较高的场合 半有源标签,内部带电池 但电池只用于激活系统 当系统被激活后,电子标签的电能 靠阅读器发送的电磁波提供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近距离激活,远距离识别 视频识别技术也可以按照其工作频率进行分类 对一个视频识别系统来说 它的工作频率是指 读写器通过天线发送 接收并识读的电子标签信号频率范围 像我们平时收听调频广播一样 视频识别系统的电子标签和读写器 要调制到相同的频率才能工作 因此电子标签的工作频率 也是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频率 按照电子标签工作频率的不同 可以分为低频、高频、超高频和微波等种类 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射频识别技术频率 分布于四种波段 低频、125KHz 高频、13.56MHz 超高频、868MHz至915MHz 微波、2.15GHz和5.8GHz 工作频率是射频识别系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直接决定系统应用的各方面特性 低频电子标签 典型工作频率为125KHz 其优点在于技术简单且成熟可靠 其缺点是通信数率较低 识别距离较短 低频电子标签主要应用于 动物耳标识别、车辆防盗、商品名售等场合 高频识别标签 典型工作频率为13.56MHz 其特点在于较高的通信速度和较长的通信距离 其缺点是会受到金属材料的影响 且工作距离不大于75厘米 高频电子标签主要应用于电子车票、电子身份证、物业管理等场合 超高频电子标签一般工作频率在433MHz 即860至960MHz之间 其优点在于通信距离长、贴线尺寸小、且可多标签同时识别 其缺点是只能定向识别 各国有不同频段的管制、发射功率受限 且受某些材料的影响较大 超高频电子标签主要应用于生产管理、车辆的识别、以及集装箱管理等 微波频段的电子标签 典型工作频率有2.45GHz和5.8GHz 其优点在于除超高频外拥有更高的带宽和通信数率 还有更长的工作距离、更小的天线 其缺点是除了有超高频的缺点、且此频段的产品拥挤 亦受干扰、技术相对复杂 而微波通信主要可用于ETC高速不停车收费、雷达和无线电导航 总之,不同频率的标签有不同的特点 例如,低频标签比超高频标签便宜 节省能量、穿透费金属物体力强 工作频率不受无线电频率管制约束 最适用于含水成分较高的物体 如水果等 而高频标签属中短距离识别 读写速度也居中 产品价格也相对便宜 比如应用在电子票证、易卡通上 超高频微波作用范围广 传送数据速度快 但是比较耗能、穿透能力弱 作业区域不能有太多干扰 适用于监测港口、仓储等物流领域的物品 除了以上两种分类方式 设定技术还可以根据标签的可读性或数据通信方式进行分类 按照标签的可读性分为止读标签、可读写标签和一次性多次读取标签 根据数据通信方式可分为半双工系统、全双工系统和时序系统 全双工表示射频标签与读写器之间可在同一时刻相互传送信息 半双工表示射频标签与读写器之间可以双向传送信息 但在同一时刻只能向一个方向传送信息 每一种类型的RFID都有它的特点 被用在不同的领域 那么如何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评段的RFID技术呢 一般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射频识别技术的成本 这里的成本包括产品硬件成本、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需要的成本 第二、通信距离因素 一般通信距离由工作评段、天线和环境影响等因素决定 第三、理想的射频识别系统使工作距离长、传输效率高、能耗又低 但实际上这三者相互制约 如高数据传输率只能在相对较近的距离下实现 反之如果要提高通信距离就需要降低数据传输率 第四、除了通信距离关键参数外 系统的所在外部环境、存储器容量、安全特性 也是实际应用选行中的影响因素 如超高频和微波RFID系统的电磁波能量 在水中衰减严重 所以对于石标动物体内含水量超过50% 或含有液体的药品就不合适 此时选择低频电子标签 但是读写距离通常就不会超过一米 在介绍完射频识别技术的分类后 我们一起来解决本课程之初提出的问题 在物流、零售、交通和物馆应用场景中 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的电子标签呢? 在物流领域中 应选取超高频有源或无源电子标签 零售商场中采用低频无源电子标签 交通领域中采用微波有源或半有源电子标签 图书馆场景中选择高频无源电子标签 你选对了吗? 最后请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好的,各位同学早上好 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射频识别的分类给大家做了一个回顾 我觉得这个分类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射频识别的分类 请大家把这个视频好好看一看 那么这个回顾一下像米杰克说的主要内容就是 我们要把分类说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射频识别的这个典型自动识别系统的组成 系统结构啊,我们来看看 大家好,本次课程的内容是典型自动识别应用系统的结构 近年来,全国各地均实现高速不停车收费功能 今天,我们将针对ETC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的结构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通过刚才播放的视频 我们体会到了ETC系统所带领的便利性、高效性和环保性 到底ETC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接下来,我们将从ETC系统的工作流程、系统设备及系统TOP结构 三个方面来认识ETC系统的结构 我们建立了一个ETC车道模型 一起来还原车辆经过ETC车道时的系统工作流程 当携带有车载电子标签OBU的车辆进入ETC车道时 车辆低速行进到第一个车辆地感线圈 地感线圈监测到车辆的到来 触发录测单元RSU打开微波天线 开始发送BEST广播信号 OBU被BEST信号唤醒后 返回车辆信息 与RSU建立无线通信面路 通过微波天线 录测单元RSU接收到车辆电子标签返回的车辆信息和通行信息 并发送至车道计算机 对通行费用等数据进行计算 扣费完成后 将车辆通行信息显示到显示器上 方便车主查验 同时打开摄像机进行拍照取证 打开通行信号灯和到闸放行 车辆继续行驶 当车辆进到第二个地感线圈时 车辆检测器检测到车辆已完成通行交易 触发倒阀自动关闭 车辆驶离ETC车道 至此ETC系统自动完成计费扣费放行等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ETC系统中所涉及到的设备 首先是车债电子标签OBU OBU顾名思义是放置在车辆内部的RFID标签 通常吸附在车辆前打风玻璃上 车辆电子标签按标签结构分为单片式和两片式电子标签 即金融IC卡与车载电子标签集成或分离 另外按工作状态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电子标签 顾名思义一个是主动发射射频信号一个是被动唤醒 接下来便是车道RFID读写器也称为路测单元RSU 其天线通常为外指 RSU和OBU之间建立的无线通信链路流程是 RSU通过微波天线调整放大 发送唤醒器激活信号给OBU OBU被激活后把响应数据通过微波天线 发送至RSU以进行信号处理 RSU与OBU之间建立的无线通信链路也称为DACRC通信标准 另外在ETC车道中还有一些辅助设备 包括自动栏杆、车道控制器、地杆线圈、废额显示器等 按照中国靠右行驶、驾驶员居左的习惯 通常将通信信号灯、显示器等辅助设备放置于车道左侧 如图所示 最后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ETC系统的结构 ETC系统可分为以下几个单元 分别是 1. 车道应用单元 包括车道计算机 2. 车道控制单元 包括控制器、地杆线圈、倒阀 3. 图像采集单元 包括摄像机、视频采集卡 4. 显示告警单元 包括车辆通行灯、升光装置、车道显示屏 5. 视频识别单元 包括OBU和RSU 它们相互协调工作 实现ETC不停车收费功能 通过刚才的学习 请同学们试着绘制出 ETC系统的拓扑结构图 把所有的设备相互关联起来 形成ETC系统拓扑结构 你画对了吗? 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程的全部内容 包括 好的 这个是ETC的这样一个系统结构 其实ETC的系统结构 是一个蛮典型的 蠻典型的 这个IFIB的一个应用 先 那我们 典型的组成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呢 给大家已经看了 这么一个ETC的一个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典型的IFID 这种识别系统 它都包含些什么 它都包含些什么 射频识别IFID 那么射频识别 射频识别系统 IFID呢 是由 应答器和阅读器 以及应用管理系统 这三方面组成 这里的应答器 就是我们的标签 只不过它这里换了个名字 这个其实就叫不要标签 这个阅读器 就叫阅读器 在我们的系统中 在我们系统中 它就叫阅读器 而应答器呢 主要是以标签 主要是以标签为名 也叫应答器 也叫标签 阅读器 然后再加一个应用管理器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management system 根据不同的应用 有的不同的内容 这是一个典型的射频识别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往往呢 这后面还会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就是是由四部分组成 往往还会再加上一个什么 行动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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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么 那么 TAC 标签 就是我们的应答器 好多名字 又叫TAC 又叫标签 又叫应答器 都没问题 这叫阅读器 这叫阅读器 阅读器呢 往往呢 是通过一个天线和我们TAC 和我们的标签 或者应答器 在进行的通讯 这个距离有长有短了 那么阅读器读到的信息呢 或者指令呢 来源于与之相连的计算机系统 不管是远程的还是本地的 本地的意思就是这个阅读器 直接通过比如说一个USB线 跟计算机相连 有这样的啊 像这个小卖部里面的那些刷卡机 它带IFID功能的话 那些刷卡机的话 就是直接通过一根USB线 跟它的电脑相连 然后在电脑上 打开一个软件来操作它 读啊 写啊 反馈啊 等等 也可以远程 这个地方画虚线的意思 就是也可以远程 实线就是 实线跟虚线的区别 这个实线的话 就是本地相连 他们两个直接通过某根线相连 而虚线的话代表着 有可能是远程相连 比如说连到网上啊 这个阅读器 并不直接当场合某个计算机相连 但是它可以通过网线WiFi 或者其他什么的 连到我们互联网 我们在互联网上 远端的某一处啊 有一台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正管理的这个阅读器 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下面我们来看应答器 大家看到的所有都是标签的形式啊 我们经常看到的有哪些呢 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这种卡片式的 卡片式的 那卡片式的呢 是这个 比如说啊 你们的这个学生证 学生证身份证啊 就是一个典型的卡片式的 这样一个 电子标签 也成电子应答器啊 应答器啊 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 就是这种纸质标签 这种纸质标签呢 是用在 比如说某些商品 它可以撕下来 往上一贴就可以啊 可以撕下来 往上一贴 这个叫呢 圆形银类 大家看到很多NFC的这个标签 它的内部其实就是这样啊 都一种圆形的银类啊 银类 然后呢 这些是电子吊牌 这个是在我们的衣服里面啊 衣服里面 经常会有这种 这种电子吊牌 现在其实很多的衣服也有了 电子吊 然后还有托盘的 还有这个防盗的 手表卡标签啊 这个是像手腕一样的东西 戴在手上 也可以啊 这很多了 我们经常见的大部分都在这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 特点特性的 比如说一碎的 那标签一丝就碎的那种 它是用特殊工艺制作的 你只要这个STAR的话 那么它天线会整个会断掉 这个在一些防尾中也会经常看的 那么 如果我们把它的组成放大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电子标签 它主要是由哪两个元件组成呢 一般来说是典型的是由芯片 和偶合元件 偶合元件其实就是我们的天线啊 天线 主要就是由这两种东西组成的 这个芯片的尺寸呢 非常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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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上面你估计都看不清楚啊 很小的一片 它外面这个像跑道一样 这一圈一圈的呢 就是天线 又称之为叫偶合元件 又称之为叫偶合元件 也称之为叫天线 那么它在制作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天线先制作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芯片 这个压到这上面去 或者说 你就说它是一种压焊吧 焊在这个标签上 它是先把标签先做好 然后再把这个芯片放上 就行了 一般来说 FID的 无元FID的标签呢 它就只有这两个东西 每一张标签上 无元的啊 我说无元的 只有芯片跟天线 没了 这个芯片它只有两个樱角 就是跟天线相连 没了 如果是有元的话呢 它这个就不一样 有元的就不一样 无元的话 它就两个东西 一个芯片 一个天线 那么 标签中 它这个存放的是什么呢 其中第一个 你们要知道的就是 UID User Identification 就是说 用户识别码 或者是标识服 或者识别码 UID 这个UID呢 是每一张标签 它的内部UID 或者说 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 我们读的时候啊 实际上读的是这个芯片的UID 而这个芯片的UID 在出厂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在出厂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呢 我们去读某一张标签 实际上是读某一个芯片的UID 由于它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识别出它代表谁 它不会有重叠的 除非你反复使用 否则的话是不会有重叠的 我们正式通过这个唯一标识服UID 注意是唯一 唯一 它不会重复的 来识别对象目标 来识别对象目标 所以我们怎么来达到 我认识 我现在知道 我读到的这个是用户A 或者说我的员工A 不是员工B的 是因为员工A和员工B的这个标签上 或者说你的身份证上 它的这个芯片上自带的UID不同 我们正式通过判断这个UID 来实现 对于它的辅助物标的区别 那么它的应用领域 在之前大家都看到很多很多了 土著管理 仓储管理 物流管理 还有方位识别 等等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 前面说的是这个标签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阅读器 阅读器呢 就是和标签交互的那个东西 我想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 那么它通常长这样 通常长这样 你看到的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叫做手持式的 这个叫手持式 你把这个手持式的这个读写器 或者阅读器靠近某个标签 那么它就在把信息能够反映在 它自带的电子屏上 自带电子屏上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是 这个不带电子屏的这种固定式的 它是会绑在某个地方 它的信息并不在这个阅读器上直接反映 它要传到我们的电脑上去等等 有的各种各样的形状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手持式的 它的天线在这 很厉害 那么天线用于在电子标签和月图器之间建立数据通讯的通道 天线 手持的天线 这个板装的板材的天线 这个都是经常看到的东西 那么系统 FID的识别系统 那么就有哪些部分组成 这个东西呢 什么中间件啊 应用软件啊 系统软件啊 应用管理软件 画的很漂亮的是 主要的功能啊 在这 是在这说明的 FID系统的基本软件功能 有以下几个固定 或者说以下几个功能 第一呢 就是要能读能写 能读能写的意思是 要能够对于标签能读能写 第二个防冲突 什么叫防冲突 下一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说当若干个标签同时处于你的读写场的时候 怎么让它一个一个的被我读出来 而不是突然都读得出来 或者说突然起冲突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假设我在一个辐射场中 假设我在一个辐射场中 我这个辐射场 就带着所有的 FID了啊 在这个辐射场中 我突然出现了两个标签 这两个标签都被放在这个里面 标签1 标签2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的读写器Reader 这句话是Reader 同时读的时候 因为你是你的电磁波是不好做区分的是吧 这个电磁波既可以激活1 也可以激活2 而且他们两者是同时激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会同时的向你应答 这一种过程就叫做冲突 因为你阅读器是不能同时跟这两个标签通讯 是吧 他们两者不太一样嘛 这个是个体1 这是标签2 那么你怎么能同时操作它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必须通过防冲突机制 防冲突机制 先让其中一个静默 静默 假设先把它给停掉 然后呢跟一个通讯 通讯完之后呢 把它停掉 再把它恢复 然后再跟它通讯 通讯完之后呢再把它静默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机制 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的这个防冲突的机制更为复杂 一般来说只有超高频的FID有着防冲突功能 而我们的那个低频跟中频或者高频 低频跟高频 它一般是不防冲突的 它一直只能读一个 一直只能读一个 而我们的超高频是一次可以读若干个标签 实际上它是一次读若干个标签的意思是 在一段时间内 你它可以把它辐射场内的若干标签都读到 注意在若在一定时间内 不是说瞬间 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错误检测与纠正 错误检测与纠正 这些在读取的过程中 我读的内容要能够进行纠错 错误检测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软件还要能够进行加密认证和授权 我们的电子标签上的芯片 很多是带这个访问密码 或者说加密功能的 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 我的乳写器对于一个加过密的 IFID标签在进行读写的时候 我的软件 我的基本软件 就要能够通过加密认证和授权等等 步骤的操作 来对一个加过密的标签进行读写 最简单的一个 你要知道密码 加密的最简单的一个环节 或者步骤的方法 实现的方法就是 这个电子标签中的芯片 它是必须通过密码访问 而这个密码必须通过无线电波 由读写器发过来 如果密码不对 它就会阻止你对它进行读写 甚至很多的标签 它的逻辑是 当你若干次反复读写试错的 错了之后 就是密码错了之后 它就会锁死 永远的锁死 它就不可能再让你读了 这种方式呢 也经常碰到 你可能不觉得 你可能不觉得 比如说你们的这个 公交卡 或者说其他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在小区门禁里面的门禁卡 坐电梯的时候 电梯卡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个 密码的访问的这样一个过程 不然的话 谁都可以对它进行读写 那它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的绝大多数的 FID的应用 都有一个密码存在 这个又说到了 我们在之前尝试过 去修改某个小区内的这个 身份 FID的身份 身份证 或者这个身份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有效时间嘛 是吧 因为这个 你交了小区物业费 它就给你这个刷一下 刷一下 你就可以使用一年 因为 我们就拿过来做实验 看看它在里面加密 我们能不能读它 我们突然 我们后来发现 它里面是带密码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手段 去对它进行交付 去对它进行交付 所以也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的FID应用 在这个过程都是带密码 都是带密码 然后还加上一些其他的标签的安全功能 好 我们来思考一下 射频识别系统按其工作频率 可以分为哪 下面哪几种 注意 是要你按工作频率划分 那么很显然 我们有低频 高频 超高频 还有微波 不是有点 对吧 在进行设识 识别产品选行 是应考虑下面哪些因素 成本 肯定要 通讯距离 肯定要 各种属性的相互制约 肯定要 还有系统安全性 所以我们选的话 一般选ABC 好的 这个 是 电影型的 构成 今天这个系统有点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射频识别系统的特点 大家好 本次微课程的内容 是射频识别技术的特点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到处可见射频识别的身影 比如 现已推广使用的电子收费系统 当车辆经过收费战时 不需要司机停车 也不需要收费人员采取任何操作 可自动完成收费全过程 电子收费系统 正是射频识别技术的典型应用 什么是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如何实现对事物的自动识别? 接下来 我们将从射频识别技术的概述 工作流程 技术优势 和应用现状 四个方面 为你解密射频识别技术的特点 首先 让我们从总体认识上了解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是以电子标签来标识某个物体 通过射频无线信号进行数据传输的自动识别技术 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我们常见的RFID就是射频识别技术的英文缩写 在自动识别技术中 RFID居于首位 是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之一 典型的RFID系统包括硬件组件和软件组件两部分 其中硬件组件由电子标签和阅读器组成 软件组件由中间键和应用软件组成 其中电子标签存储了物体的数据用来标识物体 它由标签芯片和天线构成 其外形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而不同 读写器主要完成与电子标签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应用软件是直接面向RFID应用的最终用户的人机交互界面 在不同的应用领域 应用软件各不相同 需要根据需求专门制定 中间键属于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之间的一种软件 为应用软件屏蔽底层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等的不同 在RFID系统中 中间键对RFID信息进行配置 采集 过滤 传输 存储等 基于这些部件 射频识别系统的一般工作流程如下 一 读写器通过发射天线 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 二 当电子标签进入读写器天线工作区域时 电子标签天线产生足够的感应电流 电子标签获得能量被激活 电子标签将自身信息通过类置天线发送出去 三 读写器通过天线 接收到从电子标签发送来的信号 四 读写器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条和解码 最后送到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相关处理 通过以上四步 RFID系统实现了对物品的自动识别 RFID在众多自动识别技术中脱颖而出 得益于RFID技术在各方面的优势 从这张表 我们不难看出 RFID技术比其他技术识别 更准确 识别距离更明火 保密性最强 受环境影响最小 而且可同时识别多个对象 RFID凭借这些优势 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今射频识别技术已应用于制造、物流和零售等领域 射频识别的产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在制造领域 主要用于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质量追踪和自动化生产等 在零售领域 主要用于商品的销售数据实时统计 捕货和防盗等 在物流领域 主要用于物流过程中的货物追踪 信息自动采用 仓储应用、港口应用和邮政快递等 在交通领域 主要用于不停车缴费、出租车管理、公交车输流管理等 在图书领域 主要用于书店、图书馆和出版社的书籍资料管理等 展望未来 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RFID电子标签价格的降低 RFID技术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 最后请思考一下以下两个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本 好的 这个特点 这一块 又把前面说的内容 又重复了一下 OK 我们基本上 就把 RFID这块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如果 如果 我这边的内容 也不会把它关掉 还在放在我们的 还放在我们的课程内容中 从这里到这里开始 到这里结束呢 我们就把这个典型的 互联网的行业应用智能交通这一段内容 给大家说完了 这一章中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章中的内容 其实最主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 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智能交通到底是什么 然后下面 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自动识别的概念 一个自动识别的概念 而其中 以 以RFID为最主要的技术典型 来给大家做了介绍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 内容 为什么是在智能交通中来进行介绍呢 是因为我们的FID是可以组建 ETC系统 是可以组建 ETC系统 而ETC呢就是一个典型的RFID 在我们的这个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好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想我们就把RFID呢 给介绍完了 给介绍完了 我想大家最好留住几个东西 第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智能的交通 那么RFID是属于这个自动识别的一个技术 那么RFID呢 它按照分类可以有有缘无缘半有缘 按照频率呢 可以有这个低频高频超高频甚至微波 那么然后呢 一个RFID系统的基本组成 有什么 有我们的这个标签读写器跟系统软件 甚至还有行动部件 那么它的应用场景 在智能交通中点击的应用场景 就是我们的ETC 我想通过这样几个关键字 应该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 在前一周加上 对就是上一周了 我们说这个讲解的内容 应该能够串起来 我在刚才这几个内容 关键字 请大家这个在 在脑子里面再把它回顾一下 再回顾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个今天呢 又花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把我们的智能交通这一块 给大家介绍完了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到其他的内容 我们再要看另外一个行业 再要看另外一个行业 叫做智能电网远存操表 注意我们在前面首先 介绍了智慧 智慧农业 智能交通 在智慧农业的时候给大家 介绍了传感器的概念 在智能交通中给大家介绍了RFID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在这个典型的智能电网远存操表这个里面 我们又可以遇到什么 新的典型的这个技术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什么是智能电网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智能电网 好吧 都是视频 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把它一起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提供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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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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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們自己現在能夠在電腦上刷到嗎 能夠點開看嗎 都沒有了嗎 你們在自己的網站上能看到這裡面的內容 還是只有我看不到 顯示所有的內容都不存在 這是網站現在又有問題了嗎 文件不存在 不會吧 你們自己能在自己的電腦上看到這個東西嗎 可以啊 為什麼這幾個不存在 那這樣吧我們直接從這裡播放 我們從這裡播放 我們繼續來看什麼是智能電網 好 好 好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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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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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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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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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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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需要呢 就是因为出现了 叫远程超表的这样一个技术 这就是我们这个智能电网中 一个很重要的远程超表的技术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能不能打开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现在看的是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 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 2003年 在北美 三条树枝与身边的输电线接触 引发短路 然而 这次小短路很快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美国东北部大面积停电 5000万人受影响 2005年 莫斯科一个变压器发生爆炸 再次引发连锁反应 造成莫斯科大面积停电 至少1500人被困在电梯内 2006年 德国未给一艘轮船让路 切断了河上的一条高压线 整个西欧陷入一片黑暗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 传统电网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暴体 一个小小的故障都有可能引发全网大暴走 这是由于其低技术属性决定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安全高效稳定的新电网 这就是智能电网 接下来我们将要向大家主要介绍智能电网的组成 国内外的发展状况以及智能电网的发展趋势 到底什么是智能电网呢 它是以集成高速双向通信网络为基础 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感测量技术 控制技术和先进的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 构建智能化的高效安全可靠的电力系统 智能电网系统主要包括四个环节的智能化 智能发电 智能输电 智能变配电 以及智能用电 美国能源部认定其为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电力传输网络 能够监视和控制每个用户和电网节点 保证从电厂到终端用户 整个输配电过程中所有节点之间的信息和电能的双向流动 智能电网有许多部分组成 可分为智能发电机系统 智能变电站 智能调度 新型储能系统 新型用电楼宇 智能电表和交互终端 智能家电等 智能电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5年 坎贝尔发明了无线控制器 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 2006年美国IBM与电力研究专业机构合作提出智能电网解决方案 标志智能电网概念的诞生 在绿色节能意识的驱动下 智能电网成为世界各国尽将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美国第一个提出智能电网的国家 在美国众多IT企业与高新企业参与智能电网建设 进行电网自育的相关研究 此外美国还制定了智能电网互操作性与安全性的一系列标准 于2008年建立了第一个智能电网城市 2005年智能电网欧洲技术论坛成立 欧盟第五次框架计划中 欧洲电网中的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发电整合 专题下的多数项目 已经开始实施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日本的智能电网引入大量可再生能源 大力发展太阳能 计划2020年太阳能发电达到2800万千瓦 此外日本智能充电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为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助理 2011年日本驻载燃料电池系统在世界上投放市场 此后燃料电池汽车 经过研发试验也即将进行大规模的应用 韩国发展智能电网具有IT技术的优势 目前已经建立了智能电网综合性设点项目 此外政府也大力发展智能电表 输配点技术 澳大利亚光照资源排名世界第一 截至目前安装太阳能板的澳大利亚家庭已超过100万个 居民利用太阳能发的绿色电能可以自家使用 也可以通过双向智能电表输送到电网中 政府高价进行收购 从而使每个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的家庭成为国家电网的一个发电子系统 中国智能电网的发展目标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 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电网为基础 利用先进的通信、信息和控制技术 构建以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和互动化为特征的坚强智能电网 华东电网公司于200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智能电网的研究 并设计了2008年至2030年三步走的行动计划 即规划设点、全面转型、引领提升三个阶段 并依次进行了受端大电网、数字化电网和智能化电网的研究和实现 中国信息化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等 已经满足智能电网发展需求 数字化变电站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工程实际 在输电网建设方面 交流特高亚示范工程已经建成投运 在控制系统方面 成功开发了电网在线运行可靠性评估、预警和决策支持系统平台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 光伏电站系统、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等项目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 全球智能电网的发展途径并不是唯一的 各国能源情况差异大 因此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也不同 欧洲的智能电网部署主要会考虑到提高资产利用率、降低成本等因素 北美和澳大利亚则主要考虑网络可靠性和停电应对措施 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潜在新型复杂成为日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于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来说 网络可靠性和停电响应方案则成为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家智能电网的发展方向主要有 在发电方面发展光速方电和风铃发电 在输电方面进行特高压骨干电网的建设 在电辟电方面进行智能电电分布式储能系统的研究 用电方面实现用电双向计量和互动营销为发展目标 在调度方面进行一体化智能调度技术支持系统 和可视化展示的研究和应用 课程的最后有两道思考题留给大家 好的 我们在这个里面主要看到的是智能电网的一些发展的现状 它对比了美国 欧洲 澳大利亚 日韩 还有我国 应该这么说 它列举的这些例子起步都比较早 都从2000几年开始 就目前2020 现在已经到2020年了 我们国家的智能电网建设其实已经初步实现了刚才的目标 在坚强电网这方面建设的话 已经达到初步的目标 可以这么说 我们国家的这个电网的智能化的水平 已经在国际上达到了一流的水平 已经不比美日韩他们差 不比他们差 也不比欧洲他们差 在以前 我们还经常 这个以前是指比如说30年前 我们还经常会遇到这个断电或者是这种情况 但是最近这10年 10几年 我们几乎再也没有遇到过断电这个事 这个断电这个事 就像刚刚他举的那个例子 德国人为了让那个能传通过 剪掉了一根线之后 大面积停电 而在这个现在将不会再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实现的呢 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就是通过它内部的调控 内部的调控 因为我们知道电网这个东西 是蛮特殊的一个网络 它仅仅是作为能源的传输网络 它本身并不能储能 并不能储能 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个 发的电跟用的电不匹配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配电网上也会出问题 它也会出问题 它不够不够用 所以这个发电量跟使用量之间的匹配 是一个终极难题 以前是完全不管的 只能凭经验 只能凭经验 而现在呢 而现在呢 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传感器 监测来实时的调整我的发电量 跟我的这个使用量的匹配度 保证了这个电网的坚状性 这个是从工业生产 电网生产这个部门来看的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家庭用电这一块 家庭用电这一块 刚才说的 家庭用电这一块的智能 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其中自动的结算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能的体现方式 自动结算呢 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智能电表 来实现 来实现 对于说智能电表 它自身变成一个传感器 加控制器的组合 这样你所使用到的电能也好 气也好 这个水也好 然后呢 自动的上传 不再需要人工去进行操表 一方面呢 节省了成本 节省了人工 另外一方面呢 也给使用用户呢 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你不再需要在任何时候 每个月的时候都要注意 家里要有人 要让别人来操表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有的一切 我只要通过在电脑上进行操作 就可以看到 某家某户 这个月用了多少电 自动的扣掉就行了 你只要在这个账户上 留上足够的钱 他剩下的事就不需要你管 就不需要你管 这就是这个在用户端 智能电网的一大优势 那么在用户端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有比如说刚才他说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例子 澳大利亚的这个例子呢就是 我自家使用这个太阳门发电板 我除了这个可以自己使用之外 我还可以把它并到我们的公用电网中去 再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在国内也在做相应的这个试点推广 就是你在家自己 有很多这个在农村的这些家庭 他是因为家里地方大嘛 然后这个也没有高楼的阻挡 太阳光是比较这个充裕的 那么就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子里也好 或者这个这个屋顶上也好 加上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 除了供自己家之外使用呢 还可以并网进公用电网 你上传的电能呢 他到时候都也是通过自动结算的方式 这个把钱借给你 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大规模集中性建设的太阳能电厂 分散到各个家庭 让你自己去建设国家补贴 国家补贴的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么这个中间呢 也需要大量的这个智能化的技术来进行控制 你不能任何时间都能够上传啊 上传了之后如果上传量过大了 怎么办啊 我们又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了 生产量过大而使用量过低的时候 这时候电网也是不销 是不是 所以这中间也需要有智能化的调节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智能电网的一个应用方面 就是自动储能 刚才我们说了 电网绝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因为供需的不平衡造成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一个办法 让它中间有一个存储的装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发的电即使这会发电大于使用量 我可以把发的电先存到我们的这个储能装置中 如果这会发的电不够使用量 那么我们再从储能装置中把电给拿出来使用 就相当于在我们整个电网中加了一个超级大的蓄电池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起到平衡这个波峰跟波谷的这个能力 使得我们的电网更加的健壮 那中间加一个大电池 你的多的电先存到电池里 然后你不够电的时候再用电池的电把它就发出来 这一点的话 在我们的很多的领域就开始应用了 比如说化工厂 这个是我知道的 这个是我知道的 而且我的一些同学 一些的同学啊 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事 有些化工厂 我们知道化工厂最大的开销来自于什么 就来自于电能 化工厂最大的开销成本就是电能 一个大的化工集团 他们每个月用的电费都是千万几 都是千万几的这个费用 很大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呀 它是有这个波峰波谷制度 波峰波谷制度 就是电费它的价格不是 不是恒定不变 而是根据不同的时间 它有个不同的这个价格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可能这个波峰波谷差的这一点价格呢 你并不在意 但是对于像这些大型的化工企业 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他们如果每一度电省一分钱 那么他们可以省到的钱就很可观 甚至百万几 能省到百万的这样的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信息化智能电网的这个设备提供商 他们就开始提供这种叫做自动充能装置 想让其实说白了就是大的去电池 当然像一个个的集装箱一样 一个个集装箱一样 然后白天 这个 白天这个电费贵的时候呢 它就使用这个电池中的电 到了晚上 到了夜里 电池便宜 电便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给电池充电 实际上就是让你在白天也可以使用 晚上电费较低的变 这一点的话就给这个一些大型的化工企业带来的这个成本上的效益 它们最大的一个成本 电费就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从而降低了成本 这个也是受到很多的化工企业或者用电大户的欢迎 就是刚才说的自动充能技术 自动充能技术 那么 总的来说呢 我们的智能电网呢 就是在这几个方面 有着不同的应用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我们要看的呢 就是一个智能电网的结构 我们来看 智能电网已经广泛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便利 在正式进行智能电网系统的结构学习之前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了解当前智能电网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本次课 我们将从智能电网系统的总体结构 智能电网的调度系统 智能电网的远程采集系统 以及智能电网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几方面 初课智能电网系统的结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智能电网系统的总体结构 智能电网是新一代的电网 其目的是使用现代信息 通信和电子技术进行可靠的 高效的 安全的和高质量的发电 配电和用电 智能电网系统的结构主要由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组成 强电部分主要进行智能电网的调度 将传统的发电、输电、电电、配电和用电同一些智能设备 比如智能家电、智能楼宇、电动汽车连接起来 实现智能化设备和传统电网的融合 弱电部分主要对每个过程进行监测和协调控制 搭建相应的信息通信平台 实现传统电网五个过程中用电信息的自动采集 配电自动化 在线监测输电线路 协调控制各种发电设备和发电区域 在弱电部分中 比较典型的系统为采集电量的远程采集系统 这一部分也会重点介绍 智能电网调度和信息通信系统平台 共同构成了新一代的智能电网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智能电网结构中的智能电网调度部分 智能电网的调度 是指对电网运行进行的组织、指挥、指导和协调 智能电网的调度结构中 主要针对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进行统一调度 智能电网的调度中将各种不同的发电厂产生的电量 传输至智能变电站和高压输电网 再经由智能配电网对电量进行分配和储能 最后再将配电网产生的电量、传输至充电站或者智能小区、智能楼宇等用户处 智能电网的调度就是对发电厂发出的电量进行变电和配电后 安全地传输至用户处 实现用户的可靠性用电 智能电网的调度主要也是强电的调度 其重点需要保障安全性和可靠性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智能电网结构中的远程采集系统 智能电网中的远程采集系统部分 主要为智能电网中的弱电系统 实现智能电网系统的数据自动采集 典型的无线智能电网采集系统一般包括三个结构 首先是无线远程操表子系统 主要由无线远程操表终端组成 其结构的功能实现数据的采集和初步处理 接下来将数据传输至通信管理子系统部分 通信管理子系统主要功能将超表子系统采集到的电量数据 发送至GPRS和Internet网络 实现数据远程传输 最后一个部分为用电分析管理子系统 该部分将通信管理子系统传输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通过供电局超表中心 使用路由器、服务器和数据库等软件 进行数据的存储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智能电网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智能电网将电力系统和信息系统结合在一起 实现智能电网对电力的稳定控制 能源的实施调配 以及新能源的接入 在智能电网的结构中 未来也会从发电厂部分 电网部分和用电部分进行发展 发电部分 新能源发电会逐渐发展起来 风能、太阳能和光浮发电 会逐步取代传统的煤炭等不可生能源的发电 随着发电厂多样性的产生 因此也需要对各种不同的电厂进行智能调控 电网方面 主要进行电网融合和电能传输过程的实时监控 因此需要更好的保证 电网系统安全稳定的远距离输电 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存储和访问模型 来支持智能电网的各种应用 在用电部分需要更好的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 以进一步的进行用电管理 并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手段 让用户体验到更好的用电服务 最后有两道思考题留给大家 好了 本次课 好的 这个是智能电网的结构 我们今天的第一二节课先就讲到这里 大家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把刚才的这些视频再看一下 因为它里面内容其实挺多的 而且说的比较快 如果你不留意的话很快可能就过去了 所以如果你不太清楚可以把刚才的我们添加的四个小视频 电网一 电网二 还有智能电网的发展和智能电网的结构 把它给看一下 为什么这地方不需要多说什么 因为这个说实话 这个智能电网内部的一些结构 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好 我们能做的事主要是在一些终端上 主要是在终端上 就跟我们相关的主要是在一些终端 对于这种电网的大结构的话 往往不是我们普通个人能做的事情 需要比较大型的公司来参与 但是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智能电网 会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大概还有一课钟吧 大家把这几个内容看一下 你再回顾一下 然后由于今天早上起的比较早 8点钟 如果你这会还没有刷牙洗脸 那种吃早饭 可以去把早饭吃一吃 那么我们10点钟 我们10点钟继续的上课 我们先一二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吧 我们一二节课先讲到这 一二节课先讲到这 然后你接下来中间的时间 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这会儿去把早饭吃一吃 或者是干嘛的 然后我们10点钟继续开始 10点钟继续开始 这个签到 签到 依然还有很多同学没有签 依然还有很多同学没有签 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这个 李之峰 我看到这个同学 他为什么不耐签 有没有看到有签吗 不是 湖东梅呢 浦星城 王战业 夏国俊 然后还有这个 国外的这个 留学生同学啊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 他是因为双号的原因 双号的原因导致 因为你写这个你本国名字的话 看不出来这谁是谁 我最好谢谢国内的名字 夏国俊 王战业 胡青春 还有田泽峰 就这四个 国内的195年网站 迪丽 陆冠 他们 这四个同学 请这个班长跟他们说一下 请班长跟他们说一下 这个 把这个签一下 我暂时先不管 好的 那么 我们的第12节课 就先到这 大家休息一下 或者你这会儿再去把 之前的内容翻出来看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 再继续来讲解 我们的自动操表 这方面的内容 好吧 OK 那就先下课一下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